今天由我来上第一个活动 因为它是一个游戏式的教学 所以我想能跟老师一起互动 所以老师你赶快去准备几张纸 然后还有你的笔 我们待会要一起动手 好 老师我等你一分钟好吗 好 那我们就慢慢来咯 好 那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素养导向的教学 所以我们不免的还是要讲一下核心素养 这个区块在昨天中年级的部分 金康老师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他都有举例真的是很佩服 那大家都知道三面九项 然后每一个面向都有三个规准这样子 好 那他也讲了说这个A1是什么 A2是什么这样子 好 那我今天这个游戏呢 我自己审视了一下 我发现这种数学游戏呢 它其实真的符合数学素养 在A自主行动方面呢 它可以跟A1结合 因为它是有数学探索的这样的精神 那另外呢 A3它也可以数学建模 你可能可能 我们很多游戏都是经过自己转换 建立成自己一个形式这样子 那在B的层面呢 它也符合B1数学语言 数学语言的方面 再来B3在数学创作 因为我们待会也会分享说 平东县呢 针对这样子的东西 它也有做一些改变 然后在国际上 国内都很出名这样子 好 那在C社会参与方面呢 它也符合数学的认证 因为我们待会会用一个 比较调理式的语言来沟通这样子 然后呢 当然有小组合作 当然它也符合数学社群 好 那新课纲的学习重点呢 包括学习表现跟学习内容这两方面 好 学习内容就是认知能力跟态度 然后内容就比较偏向于素材 好 这个就大约带过就好了 好 学习表现呢 不像我们之前的能力指标啦 那内容就比较像课本里的 单元的课程目标 好 那个可能是 你在设计课程的时候 要多注意一下的 好 那今天的 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个交通灯号 这个游戏模组 它是电机活动第三期的 第三期的发展出来的活动 是由阮振宜 央团的阮振宜老师 他所设计的 我自己觉得这个蛮好玩的 因为他原来是设计在中年级 可是我自己体验之后 我发现其实高年级的孩子 去玩也很好 好 那现在 现在我们就进行暖身活动 请大家想一想 你对交通灯号有什么联想 你愿意的话可以在留言板 帮我们留言一下 你对交通灯号有什么联想 好 有三色灯 红绿针 还有秒数 还有小绿人 或者聊天室吧 那个也可以叫聊天室 好 然后呢 是有规律性的 很好 然后可能有包括单码线 好 因为我们时间不太多 那我就继续讲 那各位对我们先引起大家对于交通灯号的联想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现实面 他的交通灯号是怎么样 刚刚有讲有规律性 我来看一下第一个活动 第一个影片 好 老师这个影片呢 其实他有帮你命名的只会数奇数 那他发生了什么问题 他可能就有点故障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灯号 其实他有时候会故障 然后故障呢 就会发生一些交通事故 下面这个影片是这样 可是我今天想说我们就先跳过 好 那另外呢 其实交通灯号也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幸福感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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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灯型红灯亭就是你我从小到那熟知的口号 但是交通靠着的小绿人又会常常被大家忽略 好 给大家看一下 顺便可以幻醒一下我们就经验了 而且风号 屏东的风号都改变 屏东的风号都改变 还要前进在广告界由奥斯卡支撑的坎城国际创意节来报名参赛 这样的一个小绿人呢我们是希望说以爱为出发 那让大家知道说为了守护你爱的人 你一定要找到一条平安退假的路 五十九度的球灰白小绿人装设在平诺三十九出入口 小创意不只融入城市美学更要上国际 还要前进堪称成为另类的台湾之光 记者张春华潘颖文评都报道 好 老师这个呢 我们看到了 其实交通灯号呢 不管是数字或者是图像 它都是有一些灯泡所组成的 那我们呢 要放在数学里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 我们估计就是 我们把那个一个一个的灯泡 我们现在改成灯管 再建模我们的数学 好 那现在要请大家拿出你的白纸咯 帮我们写一下按照上面这个 你称两个正方形有相邻边合在一起的 这样的数字8呢 也可以 那我自己有上网去看 就是说这个在文书输入里面 它是属于数字的数字的字体 它会找到这样的东西 那你老师你帮我写一下 8个8 如果单独算一个8的话 帮我用铅笔写 铅笔写 因为本来我们如果能够实体上课的话 这个会运给各位的 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 影响分享 所以麻烦大家动动笔 帮我先写10个8 写成一纸 一定也就可以了 我们是 这个是第二个活动的 我要填 我要写10个就可以了 没有贴错 不好意思 帮我写10个 10个这样子 你写一行就可以了 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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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你的白纸上 不用 不用画格子 先不用画格子 就写88888 10个8 用铅笔 因为它像一个底稿这样 好 待会的活动才会三个三个 这样子 好 没关系 如果待会没有没有办法写的这么快 我们可以陆续陆续补进去 好 那假设大家已经把我们的活动单准备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练习了 好 我们的灯号 灯号上有数字 那我们有说 我们把灯号改成小小的灯管 那所以呢 其实它在显示这个数字1到0的时候 它会如画面上这样显示 那大家在你刚才那个10个铅笔8上面写一下 要写正确喔 不然待会你参与活动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困扰 好 大家写一下1到0 1到0 这样给你对照 1到0 好啦 你写1到5 其他你可以类像 好 那大家是不是有一点兴趣喔 那这个就很符合数学探究 素养里面的数学探究 好写1到0 就是10个数字 有问题的也可以马上提出 好 好 也许你对这个数字已经很熟悉了 那你不用写没关系 可是小朋友就一定要让他写 好 那我们洗写完之后呢 你用不同的笔来表示这样比较好 我刚才是说铅笔可能你比较 我自己觉得比较好了 好写完之后呢 那我们刚才有看到一个影片就是他只会跳激素的数字 表示这个灯灯号呢或者是灯管它也是会有故障喔 那当故障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沟通呢 好 我们知道一个数字它是由七根灯管所形成的 那我们怎么沟通 依照原作者它的 它的意思是说你要先讲中间 上中下 那再来左上右上左下右下 我本来想把上中下先改在后面的 后来我做PPT做到后面 还是改回来好了 我们尊重原创作者 好 那可不可以改 其实在你班上你可以自己决定 他就是上中下左上右上 左下右下 这个七根灯管 待会沟通是要这样讲喔 好 那我们往下了 除了我们要知道这个之外 我们还要知道倒数 因为十字路口的灯的数字都是倒数 倒数就减一喔 因为不管是中高年级的小孩子 应该都可以理解喔 比如说这个是 看红色灯管就是它亮的部分 这个是45 那倒数会怎样 才从45到44到43 那你就可能要写出这样44跟43 好这样倒数可以了 好 好 那我们这个呢 暖身活动就要进入了 来先体验一下 本来应该是希望小组合作 这样玩的会比较快 然后一个人当一个人当主持 然后就翻两张牌来做倒数 然后其他三个人就会写这个数字 那写对了就得分 然后人流主持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一起来 一起来 好 譬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填 刚才不是有老师说 那怎么三格 因为是这个 这个男生活动要用的 好 譬如说我抽了29 29 29 那老师帮我写一下 从29开始倒数三个 从29开始倒数三个 那你写代理的第一格 好 好 老师是不是写29 28 27呢 要写正确喔 这样子 这样子 看的人才会清楚 好 那如果你已经知道灯号怎么沟通 你也知道倒数呢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喔 来我抽牌喔 这个模组是有牌的 我大概跟大家介绍 因为我的顺序有点放错了 好 我们先洗牌 然后抽牌 好 今天找到了一个很厉害的 偷牌高手 好 好 那再来抽牌呢 好 抽牌就会有惊讶感或洗雀感 好 假设我帮你抽囉 好 我抽28 好 好 老师那你再练习看看28倒数三个 从28开始倒数三个 你帮我写一下 练习一下 好 我们要让孩子先练习一下 软身一下 他才有能力再进入下面的活动 好 再来 喔 老师这是什么数字啊 我抽到的是什么 可不可以在留言区帮我写一下 你觉得我抽到的是什么 右边的这个 有人知道吗 我抽到的是什么 611 两位数喔 没有这两张牌 0 60 对 我们刚才前面有讲 可能我讲的很快没有 特别提醒大家 其实鬼牌呢 就代表0 好 所以这组的牌就是 0 1到9 然后加上鬼牌这样子 因为破开牌没有0 好 很好 好 那60 那你要帮我倒数三个 练习看看写这个数字 好 那我们往下了 来正式活动之前呢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学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们刚开始不是先熟悉了交通灯号的数字吗 让大家洗血 再来呢 我们也知道 如果偶尔灯号有故障的话 我们怎么去沟通 你记得吗 上中下 左上右上 左下右下 好 那我们有 刚才最近的就是练习倒数灯号的显示 好 这些都是我们刚才的宣备活动 好 再来呢 这个活动 它的核心价值在哪里 这边已经讲了 我们要利用数学语言来说明逻辑思维 数学语言 是我们的 我们数学导向强调的数学语言 当然逻辑思维 我们会用一个 一个像 类似像国语的叫做 条件复句 如果那 如果那 用这样的语句呢 来形容 好 那这个又有点像数学认证 如果 这前面条件吗 那么后面就会成立 这有点像数学认证 好 那当然我还是不免得要跟 跟我们的教学单元做一下 媒合嘛 好 我们就看了高年级的数学地图 这个应该是康宣版的 好 然后我发现呢 昨天中年级有讲说 数语列量级和统计几率 可是代数不见了 代数呢 然后就跑去连结那一块了 所以我发现连结是蛮重要的 连结这下面就有劣势跟 怎么样劣势跟怎么解题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自己觉得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邏輯推理呢 是跟怎样劣势跟怎样解题 是比较有关系的 你会劣势大概解题就比较顺利 如果你连劣势都列不出来 解题就是有困难了 那就跟你的思考方式 逻辑是息息相关的 好 刚才有讲了 这一组游戏之所以介绍 是因为牌卡比较简单 它就是有一副 这全部都一副 它里面呢 它有个塑胶影片盒 它就放了A卡 B卡 跟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数字卡 你看它是1到9 然后加上一个0 这个是它特制的 可是你如果用扑克牌的话 就是没有0 你就用鬼牌来代气 好 这个是它的教具 好 那我们进入正式活动 我们先来玩一个 活动1 怎样找出 找出故障的灯管 好 那我就要拿A卡出来了 好 好 那如果我拿 我翻了一个A卡 你看起来它是 好像看起来3 可是呢 我们现在锁定 它有故障 那你觉得呢 它会故障在哪里 你觉得会故障在哪里 可是你刚才不是写过0到9吗 那你觉得它有可能是1吗 不可能 它可能0吗 也不可能 2 3 3 就是没有故障 4 5 6 7 8 9 你觉得它可能是什么数字 好 这个呢 我有 我是先不要急着 急着那个 写答案 我有一个 写答案 我有一个 好 我有一次 不好意思 这个是待会才会练习的 好 那我们还是来 我们先讲一下好了 你觉得 好 这里这里这里不好意思 好 你觉得它可能是什么数字 8 或9 嗯 好 很好 那它如果是8的话 它少了 左上 左下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是9 那就只有 左上 左下 对对对 好 所以呢 我们就要利用这个语句 如果 这个可能的正确数字是8 那么故障灯管的位置 就在左上 左下 大家清楚了吗 如果这个可能的数字是9 那么故障灯管的位置 就只有左上 好 这个可以哦 好 可是我们的排卡是两位数字 好 所以我们就进阶了 如果故障的灯号是这样 这个是我故障的哦 它不是45哦 你觉得它可能有哪些数字 老师可以留言留一下吗 先想想再留 你觉得这个可能是什么 什么数字 如果那么 如果正确的数字是 那么故障灯管的位置在 9 8 对两个都是故障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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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